大陸2012年度汉字语流行词票选 昨天在北京公布 梦勇夺年度字 年度词则由钓鱼倒拔的头筹 平衡的横与选举则是年度国际词语词 中国大陆是抗生素使用大国 据调查 大陆人均每年抗生素消费量约打138克 是美国人均用量的十倍 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 是透过鸡鸭鱼肉等肉食性食品进入人体 中国大陆三艘海舰船 周五再度于钓鱼台附近海域巡航 几件日本出动海空两路监视 辽宁省大连市一名在贸易公司 但愿中层管理人员的20多岁装姓男子 身心末日传言 担心有钱没命花 竟然把与妻子三年来 寄存下来的十多万元人民币积蓄通通花光 妻子气炸了 最后还得靠施工员协助调解 才没酿成婚便 新航雅台电视总理冒到